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男四大雄上线 当他追求方斌寒的时候 从陈思明这只小奶狗的眼睛里居然看到了杀气 陈思明一眼看穿方斌寒 一句话叫走对方去买东西 方斌寒害羞时用小拳拳捶陈思明 这一切都已经太明显了 方程寒应该是已经彻底锁死了 男一马子佳和女儿红成乘这对CP 虽然没有方程寒那么明显 但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是本期红成乘给马子佳发的短信内容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懂了 说实话 相比方程寒 这一对也算是只差一个单独的约会了 希望马子佳学下弟弟也来一个扭蛋 给城市安排起来 让观众更放心地磕CP 比起这两对来说 男三和女一是比较让人心疼的 因为两人对彼此并不感冒 自己心里喜欢的人又心有所属 不过本期男四大雄上线之后 女一麦穗可以说是迎来了春天 面对幽默感十足的大雄 麦穗和前三期相比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非常主动 生怕幸福从自己身边溜走 看完第四期之后 从麦穗的眼神里看到了光 而且大雄对麦穗也是有所回应的 看来这一对也差不多了 或许有观众会说男三有点可怜了 因为现在他连目标都没有 虽然说他每一次都会给橙子发短信 但是 但是说白了 他也知道橙子喜欢马子佳 只不过他没有可以发的人而已 本期虽说迎来了女四 但是迷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女四不适合任何人 更不适合年龄相差九岁的男三 年龄和专业决定了 他只是来节目增加曝光而已 不过不要着急 因为下一期将会迎来第五位女嘉宾 从下期预告来看 这一款是相当适合男三的 而且男三也很主动 看来他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行动的信号四女五上线 没有男五无人退出 餐厅布局有暗示 相信很多观众看了这个简短的 下期预告之后都热血沸腾了 因为这是四季以来第一次出现女五 但是预告实在太短 让很多观众根本摸不着头脑 以至于只能胡乱猜测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 有女五自然要有男五 要不然舞女四男不平衡 当然网上还流传着一种猜测 那就是女五是来补位的 会有一位女嘉宾退出 到时候还是八位嘉宾 网友的猜测可真是越来越玄乎 有的说是麦穗要退出 有的说是橙子因为吃醋要退出 甚至还有网友说 女四看到其他人都已经成队了 所以落单了要退出 其实根本没有男五 而且也没有女嘉宾要退出 这一季就是要开启 舞女四男的模式 因为这样才更有看点 大家可以从下期预告的 一些细节中看出端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餐厅座椅的布局 当三位男嘉宾到达餐厅的时候 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餐桌 如果大家要细心的话 就会发现这里一共有九个椅子 马子佳还说这里有个C位 不会是神秘嘉宾吧 很显然这次是九个人的聚餐 根本没有人退出 或许有些观众会有这样的疑惑 为什么预告里只有三位男嘉宾 男四大雄呢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因为这一点在预告中也是有提示的 从下期预告可以看到 大雄和麦穗两人坐在车里聊天 而从后车窗看出去 很明显就能看得出来 这是个停车场 这就很明白了 他俩约完会一起来餐厅迎接第九位嘉宾 非常符合逻辑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本期结束的时候 除了女四之外 还有一个人使用了扭蛋的机会 从大雄和麦穗这个状态来看 两个人应该是结束了约会 麦穗说 不 我也会主动追求人 我碰到喜欢的会主动出击 很明显 麦穗这是在回答大雄的问题 诸如 你在恋爱中是不是被动型此类的问题 这种聊天方式 绝对是在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 才应该有的状态 因此 这个扭蛋机会 不是麦穗 就是大雄用的 当然 麦穗的可能性更大 不管怎么说 从大雄和麦穗 两人在车里的聊天内容和状态来看 他们应该是能有进一步发展的 从下期开始 信号小屋将会迎来 五女四男的相处时间 在这九人当中 陈思明和方冰涵 马子佳和成子 这两对是所死的 麦穗和大雄应该问题也不大 女五恰好又是男三喜欢的类型 说实话 这个故事走向越来越好看了 真心希望节目组在剪辑上能给力一点 每期虽然分上集和下集两集 但是时常加起来却只有两个小时 作为一档素人练宗 每期给素人的镜头却很少 嘉宾那么多 分到每一对头上的镜头更少 相对来说 观察室的镜头多了一点 这也是被很多网友吐槽最多的地方 其实并不是大家不喜欢看观察室里的这些明星 而是镜头给他们的时候 并不会有太多营养的输出 每次只要镜头一转到观察室的时候 只有各种颗CP的欢呼声 完全没有任何价值 既然是素人练宗 那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素人嘉宾身上 大家觉得呢 在这已知的三对CP当中 大家更看好哪一对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